大家好,我是北美护科 这几个月我是一直在找新的工作 所以说没有没有飞太多东西 也没有拍太多视频 然后但是我大概还有两三个礼拜就要开始 跟新公司找新公司 还有两三个礼拜就开始干活了 然后这两个礼拜我一直在学米表飞行 然后在同时的话我还学 我还学这个complex airplane 就是有起落架和飞机转速的 然后我现在在Airdynamics学了大概一个多礼拜了 然后这架飞机就是Tesna 172RG Retractor Gear 好的,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视频咱们就讲讲飞机 好,从外边看起来的话可能区别不是很大 首先当然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得见 下边这个轮子的话可以有这个门 这些是第一也可以看出来的区别 第二个的话呢,后边这个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普通172的话呢 是这个轮子的strut是扁的 然后这因为它是收的话呢 它就是细的 一个是长得软,像是个细的腿一样 然后呢它会从那块转过来收到 然后会收到这里面 不让看见,看清楚看不清楚 然后下边是一个很细的这个长腿的细的 收到这里面 然后这架飞机是1981年的,因为已经不生产了 所以说里面的话还是挺老的 咱们现在进去里面看一看 这就是里面的吧 跟普通的172差不多 因为这个飞机是老一点对吧 刚才咱们说了一下 1981的,所以这些仪表也没有改 有多少油 发动机的 就是发动机油的压力和温度 这些表都一样 这个表就是complex airplane Airplane里面必须得有的 左边的话是进气的 就是intake manifold 就是进气那边的气压 右边的话是汽油的压力 然后其他的话里面就差不多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飞机的话 这个飞机的话有三个把 对吧 这是 这跟普通飞机里面 黑的还是throttle 就给多少油 就给多少空气 这边是mixture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蓝的话 就是控制 发动机转速的 拉出来的话是发动机慢 往里推的话是发动机转速快 下边的话也差不多吧 其他的哦对了 有个这个 就是engine calling 就是发动机 排气的一个一个东西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就是这个东西 这可以关收起来和开开 但是在比如说在爬 在爬升的时候呢 和在陆地上 就是那就是用这个控制的 然后呢比如说在路上和在 陆地上和爬升的时候呢 这个必要打开 因为当时里面空气就是 进发动机里面空气不够 然后发动机会超热 还有什么呀 呃其他的话 这个仪表就是 这是这个garmit的650 然后 啊然后这就是一个radio 这是应该是DME吧 我还真不知道 这是DME对 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去 其他话就这样 那好咱们先拍到这里 然后再往下的话呢 我会一直拍跟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去学仪表飞行的视频吧 那好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